詞維關心演藝圈的消息 又有一樁喜事了 就是藝人陶哲 他宣布他正在籌備婚禮 對象就是交往兩年的女朋友Penny 外傳Penny是五金行千金 而陶哲也稱讚女朋友 孝順又體貼 陶哲好久沒回台灣公開亮相 這次一回來就帶來一件大喜訊 對 其實我之前也沒有說太多 沒有說太多的原因是因為 這件事情的確是真的 日前由資深媒體人爆料 陶哲將在七月步入禮堂 當時陶哲並沒有正面回應 這回他一改之前神秘兮兮的態度 選擇大方仍愛 坦誠真的要和Penny 一起攜手度過下半輩子 其實我們應該差不多有兩年多了吧 孝順 對 非常孝順 然後非常的體貼 懂事 對 陶哲對這段戀情刻意低調 不過日前在大陸錄製歌唱節目休息時間 攝影師卻不經意的把鏡頭帶到 陶哲的手機 眼尖的網友立刻截圖 發現他正在和一位叫做Penny的女生 傳送甜蜜簡訊 還暱稱對方稱為寶貝 當時還一度被大陸媒體猜測 是戴佩妮讓陶哲哭笑不得 戴佩妮也很好啊 才女啊 對 很好 對 但不是她啦 對 換傳這位Penny是五金行千金 兩人可能會選在浪漫的海島舉辦婚禮 也讓演藝圈增添 異狀喜事 希望也能夠參與在其中 Yeah 我一定會邀請你的 好 一定要到 一定 好 一定 OK 雨淚TV 純粹 陽青特別報導